男主怎么也没有想到 身为盟友的人类会背叛自己 但他并没有因此憎恨 而是不甘地接受这个悲惨的事实 可更让男主没想到的是 此后的他竟转生成了一名人类 而且还保留着上一世龙的力量 于是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 男主每天都过着凡人的生活 空闲的时候就到屋外挑水种地 解决温饱也不在话下 按照村子里的规定 在15岁以后就必须独自生活 隔天男主和哥哥来到河边钓鱼 无意间提到蜥蜴人消失的事情 而男主正是调查的人员之一 可本该是护卫队的任务 就因为村子里人手不够 这才交到了男主手上 正好他也可以借此机会了解下外面的世界 于是到了第二天 男主选着轻装上阵 两秒半的功夫就来到一处水潭边 要是一般的人的确发现不了眼前的异常 由于男主上一世龙族的关系 只是将手触碰水面就发现了不对劲 这个地方的土元素异常增高 而水元素却在不断下降 怪不得蜥蜴人要集体搬家 谁知一旁的动静让男主提高警惕 能在这里生存的魔物 一般都不会是小角色 可谁能想到 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只菜花蛇 男主觉得很奇怪 按理说这样的魔物不该出现在这里才能 话虽如此 可菜花蛇的模样也太可爱了 而菜花蛇面对眼前的人类却是慌的一批 好在他想起了母亲的教导 于是开始用五字迷过男主 谁知男主一点反应了 无奈他只好说明自己的来意 就在这时一只巨大的土精灵出现 好在男主反应了你 拉着菜花蛇躲了起来 他也是第一次见到发狂的土精灵 男主觉得出现一点应该和上一次的地震有关 现在看来 只能消灭发狂的土精灵 才能让土元素恢复正常 于是男主想拜托菜花蛇帮忙 因为菜花蛇善于使用辅助魔法 有他在必定事半功倍 可菜花蛇属于陆地上的生物 属性对土精灵效果不是很明显 男主却说你只要缠住片刻就好 听到这话菜花蛇只好答应下来 接着两人开始分工合作 由男主吸引土精灵的攻击 而菜花蛇只需躲在身后释放魔法 随后一条巨蟒从地面钻出 紧紧地缠绕在土精灵身上 而男主则是找准时机冲了上去 可菜花蛇怎么也没有想到 差点就被土精灵的泥沙表过买 好在只是余波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 为了表达欠 男主特地做了一锅美食款待他 而菜花蛇说出了来这里的原因 在蛇族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女蛇人满15岁时就要外出找人类账目 而寻找的条件也是相当苛刻 必须要身强体壮能抵抗足速才行 要不然在接吻时 就可能把对方送去和太女团聚 男主不禁感叹 原来蛇族寻找伴侣如此吗 而自己也是深有体会 前是因为没有伴侣才孤独中了 于是到了第二天 男主和菜花蛇分别 一想到菜花蛇喜欢惊奇 于是就毫不客气地把龙之力分了一点出来 可没想到的是 龙力过于强大 差点没把菜花蛇垫晕过去 这个蛇女只是进程想找个人当老公 然而因为蛇女一族乃是禁忌的存在 不管她走到哪都不受人待解 无奈下她只好重新回到了男主所在的村子附近 不曾想自己擦拭身体时 恰好被巡逻的男主撞见 虽然很高兴再次见到男主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 男主目光一直盯着衣布遮体的自己 男主这堪比人渣的发言瞬间让蛇女气不打不错 随即狠狠一巴掌闪过去 这时男主才意识到自己行为是不对的 一番闲聊过后 男主才得知蛇女目前的困境 再没有找到对象前不允许返回家了 可人类一看到她就会跑 完全陷入了死循环 因此蛇女希望男主能为她出谋划策 殊不知男主的办法足足震惊她一整年 蛇女想不通自己虽然没有害人之心 可身为魔物的她真的能被村民接纳吗 对此男主让她大可放心 首先村子已经有半寿人和村民和睦共处了 就比如村里的牛姐姐 现在是全村人的牛奶供应商了 每天献挤的牛奶不仅好喝还营养十足 因此男主相信温柔又有强大战斗力的蛇女 要不了多久也会被村子当成宝宫养起来 听完男主话的大饼蛇女当即答应下来 不过正是说完了蛇女其实还有个不情之情 自从上次男主送给了她一些精气 她就深深爱上了那种味道 这还是她有生以来吃过最美味的精气 可她又怎会知道男主其实是龙王转世 体内修炼了几万年的精气 自然是极品中的极品 剑蛇女有些嘴馋男主也是大方伸出了手 毕竟以她的精气量哪怕养活 世间所有蛇女都绰绰也绰 就这样在男主的计划下 之后的几天村子总会莫名收到许多猎物 结合地面凹陷的样子 手卫们推断着很有可能是蛇女所用 但这就奇怪了 被称为禁忌的蛇女为何要每天送东西过来 不过比起这个队长觉得 还是尽快组织讨伐队消除这位之危险 人类和魔物有如此大的隔阂 倒是让男主失散了 不过男主很快就有了新的办法 由于明天村子会到森林进行一场实战训练 男主的想法就是故意去到魔物洞穴装作遇到危险 然后这时蛇女当着众人面救出男主 这样即可证明蛇女对人类是无害的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 一只巨熊的出现打破了男主一切安排 面对这本该是深处才会出现的魔物 队长自然是知道其危险性 连忙指挥所有人撤退 可逃跑时却有个男孩不小心摔倒 眼看就要被巨熊一巴掌呼死 男主都做好了暴露龙王之力的准备 但关键时候蛇女却是抢先一步冲了出来 以自己血肉之躯保护了男主两人 守卫们都被这一幕看傻了 谁也没想到蛇女这举动是为什么 可只见蛇女强称受伤身体 对巨熊释放了魔眼 魔眼的能力极为强大巨熊 只是一眼就受到了蛇女控制 然后乖乖地返回了森林深处 但也正是亲眼见识到了魔眼的恐怖 队长说什么今天也要除掉蛇女 见证男主果断站在了蛇女这边 眼看一时间陷入僵局 蛇女直接跪倒在众人面前 表示自己根本不会危害人类 只是因为族归不得不独自外出 然而一个人的旅行对她来说很是寂寞 因此她希望能和村子的大家一起生活 蛇女如此诚恳的态度让在场人都感到意外 这和印象中杀人不眨眼的蛇女完全不一样 而也是这时村里的修女突然听到了神的指示 神亲口告诉她这个蛇女不是邪恶的存在 就这样虽然过程一波三折 但好在最后村民都选择接纳了蛇女 不仅为其治好了伤势 还给蛇女建好了一栋大房子 尤其是队长特意准备了大量靠着 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歉意 就此蛇女正式成为了村子的意义 这个光头大汉有多逆甜 她娶了一只奶牛当老婆 更离谱的是每天都有喝不完的新鲜牛奶 为此她邀请全村人一起品尝 更是举办了喝牛奶比赛 奶牛太太倍感欣慰 没想到大家都这么喜欢她的牛奶 这就像是一种荣誉 比如她的女儿第一次挤牛奶 在得到白毛妹子的认可后 直接兴奋地抱了上去 然而离谱的事还不止如此 晚上睡觉男主直接灵魂出窍 飞上高空进入另一片天地 在这里住着玛依拉尔母神 男主也恢复前世的龙神躯体 因为母神不仅是她的旧友 还在帮助塞丽娜时特意降下神运 让村民们放下警惕 从而更好地接纳蛇妖身份的塞丽娜 男主此行就是前来感谢母神 不过她很意外对方发现了转世的她 母神解释在人们的祈祷中感应到了男主的灵魂 并且男主的灵魂充满了对生命的喜悦 要知道以前身为神龙的男主 对活着感到十分厌倦 所以当勇者的剑刺穿她的心脏时 感受到的并非对死亡的绝望 而是觉得这一生终于结束了 不过转生成为人类后才明白 活过每一天是如此的竭尽全力 对于住在天界的人而言 虽然只是稍纵即逝的人生 但却是非常的绚丽薄目 母神能够感受到现在男主内心的喜悦 第二天一早塞丽娜就找到男主 意识到应该先敲门 塞丽娜赶紧道歉表示再来一次 塞丽娜这般激动的找上男主 是因为他们与蒂娜有过约定 要一起中赌斗 不过塞丽娜与蒂娜成为好朋友 还得从之前说起 蒂娜是某所魔法学院的天才 她将自己在贝伦村的所见所闻 以书信方式告知学院长 其中更是着重介绍了塞丽娜 然而王东目前正面临 妇女小孩失踪的大事 对此总督府打起了塞丽娜的主意 刚来到贝伦村的蒂娜 就用实力战胜了副队长 副队长还热心邀请她加入他们的餐会 也是从那时起 蒂娜感受到了村民的淳朴与热情 温柔地接纳了她这个外来者 一起用完餐后 蒂娜表示村子的食物非常美味 没想到光头大汉巴兰还要带她一起去好饮 不过这种失礼行为却是被副队长拒绝了 晚上睡不着的蒂娜开始独自练剑 这时男主和塞丽娜却是找了过来 塞丽娜一眼看出蒂娜有心事 便主动邀请去她家里做做 塞丽娜对自己的心价尤为满意 特别是那张松软的大床 这是队长巴兰按照蛇妖的习性准备的 塞丽娜热情地邀请蒂娜一起做做看 不过男主解释对蛇妖舒适的床 不一定就适合人类 意识到这点的塞丽娜刚想道歉 蒂娜则是主动躺上去 并且表示非常舒适 看到男主独自一人站在角落里 两人不客气地拉她一起躺下 事后三人一起去参加了队长巴兰的豪饮比赛 原来所谓的好饮并非喝酒而是喝牛奶 因为巴兰娶了一位奶牛太太 每天都有喝不完的牛奶 并且村子里的牛奶都是他们家提供 事后巴兰更是提议与蒂娜比赛 看谁更能喝 然而不到两分半的功夫 巴兰这个大块头就不行了 村民都开始为蒂娜欢呼 奶牛太太更是带着女儿来到几人面前 因为她想让蒂娜尝尝她女儿的牛奶 得到满意回答后米娜高兴地一把抱住蒂娜 就这样塞丽娜与蒂娜成为好友 两人还拉上男主一起重土豆 不过好景不长 北部边境区管理官找上门来 要求带蒂娜回总督府确认是否安全 不过有一点让男主疑惑 既然这些人不怀疑神的审判 又为何还要再三确认 想来这其中肯定有问题 于是男主提议跟随一同前往 事后蒂娜也第一时间赶回学院 询问院长具体情况 得知是管理官之上的总督府 因为是纪连这个女人开口 认为蒂娜与失踪案有关 那么蒂娜就有被怀疑的可疑 这个女人已经活了三百多年 身体却不见一丝衰老 只因她与恶魔签订契约 学习了禁忌魔法 为了让自己变得美丽永保青春 每隔一段时间 女人都会绑架年轻漂亮的女性 将她们的皮囊占为己有 这也导致王都城内 出现大量女性失踪的报告 而现在女人盯上了 远在小山村的蛇妖赛丽娜 以确认蛇妖身份为由 将其带到王都 不过女人的如意算盘 也就到此为止了 因为前世身为龙神的男主 也跟了过来 虽然女人位高权重 而且还隶属于总督府 但手下的管理官 还是对她产生了怀疑 因为一个正常的人类 不可能活过三百多年 猜测女人一定是 使用了禁忌魔法 为了让女人露出马脚 老头私下与男主两人 密谋了什么 不久后他们与女人见面 女人备好一桌美食招待二人 男主和塞丽娜 毫无防备地开始品尝起来 殊不知女人 早已在饭菜中动了手脚 与此同时 老头来到学院长这边寻求支援 并将自己的怀疑告知精灵院长 此刻昏迷的塞丽娜 已经被放在手术台上 就在女人想要动手的时候 突兀醒来的男主阻止了她 女人很疑惑 以为是自己搞错了药的伎俩 殊不知在老头的提醒下 男主早就做足了准备 事先有服下师父给的解决药 看着地上的魔法针 男主能够感受到 血的气味都已经渗透进去 认为女人已经不止一次这样干 然而真相还是出乎意料 女人杀害的人数至少都在100人以上 收集她们的美丽并进行更换 比如她的手是阿拉克涅族女孩的 双腿是兽人女孩的 皮肤则是妖精女孩的 然而女人认为是时候更换新的皮肤 也就是蛇妖塞丽娜的 也就在这时塞丽娜醒了过来 得知女人的目的赶紧躲在男主身旁 这时男主从耳朵里 拿出一个传导声音的魔法道具 刚才的对话都已经传到老头那边 下一秒老头带领众人破墙而入 如此一来有了证据就能逮捕女人 随即几名士兵上前围住女人 可他们终究是小看了女人的野心 只见女人浑身膨胀 最终变成一个人不忍鬼不鬼的怪物 男主认为这是使用了魔术与异种族的肉体融合 眼看士兵陷入危险之中 心力善良的塞丽娜果断使用魔眼 但他也支撑不了多久 很快就被怪物挣脱束缚 面对怪物的进攻 优等生克利斯迎面而上 尽管轻松砍断怪物的触手 但转眼间又有新的触手在生 此刻高战力的精灵院长有所顾忌 因为他触手很可能导致地下室崩塌 不过克利斯的纠缠还是有用的 已经为男主争取足够的时间 精灵院长一眼看出地上除了大魔法还有魔法阵 正如院长猜想的那般 男主打算攻击的同时展开防护壁 下一秒两个魔法同时发抖 只见怪物被包裹其中 然后无数光剑从天而降 事情解决后 男主和塞丽娜又在学院中待了一段时间 每天学习的塞丽娜感觉脑袋都快炸了 不过好在老头忙完手头事就来见他们 并且带来了塞丽娜的步行许可证和身份证明 这时院长还告诉男主有个人想要见他 男主也很意外在这里碰上老乡 男人正是马古尔婆婆的儿子丹杰鲁 机会难得丹杰鲁决定带他们去街道上逛博 但是很快就出现了问题 因为塞丽娜蛇妖的身份 导致路人都对他感到害怕 男主想要上前安慰 不过塞丽娜应该早有心理准备 告诉男主他打算为村民买些土厂回去 虽然改变不了所有人都接纳他的事实 但只要有贝伦村就足够了 离开前院长很希望男主能够进入学院学习 以他的天赋绝对出人头地 不过男主并没有立刻同意 他在村子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担心男主会去学院 塞丽娜有些闷闷不乐 因为那样他可能就见不到男主了 晚上一个精灵在森林中看到令人后怕的景象 一群巨型蚂蚁正从未知传送口中源源不断地涌出